又有東西開箱了 這次有些大部的東西 用來看看吧 用垃圾袋包著 沒錯就是它 Netgear的ORB ORB是什麼? ORB是一隻ROUTER 而我這個版本就是RBK40 就是兩部機的版本 為什麼會買它呢? 因為我家一直以來 就是用千年的科技 就是APPLE的TIME CUP SUL 這隻應該是它第一代還是第二代的TIME CUP SUL 我還有另外兩隻 另外兩隻是比較新的 最新的就是它最新的TIME CUP SUL 但是已經是幾年前 應該也有四五年前 最近發現網速有點不穩定 自己在家裡的INFINET都不穩定 也不要再說出去的INFINET 澳洲是貴速的 這個就不能搞的 先搞一搞自己的INFINET INFINET都不能搞的 那為什麼我會用TIME CUP SUL 因為TIME CUP SUL 一出的時候 它本身裡面已經有一隻HARD DISC 我總共有三隻 這裡有一隻 這裡手頭上有一隻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在這裡 一共三隻 應該加上容量有... 我現在會轉用這個 它純粹是一個ROUTER 沒有這個HARD DISC 它是非常穩定的 看到它的報告 測試 人家的測試 有一次有鞋子 見它既然這麼穩定 就想試一下它 而且它的INFINET的速度 都蠻快的 所以就... 很想試一下它 還有一塊 因為這個是兩機版本 完全有兩塊的 還有一箱 這裡裡面還有沒有東西呢? 沒有啦! 我把它丟掉 這一箱應該是... 應該是... 火牛... Cable 有INFINET Cable 然後還有兩隻火牛 兩隻火牛 還有沒有什麼呢? 沒有啦! 就這麼多 它是... 容易安裝的 可以安裝一個APPs 就可以搞定了 當年用TIMEGAPSOO 的時候... 用TIMEGAPSOO 來做Lockin 當年因為在香港 我用的時候 我家是用Lavigator 那時候 需要做一個PPPoE 判號 登入的動作 要用TIMEGAPSOO 就比較麻煩 當然現在也不用了 它這個都不需要的 因為這條INFINET 就被它就這樣出的了 不關這個Router的事 只是MODEM 搞定而已 現在家裡 正在用這個APPs 的TIMEGAPSOO 也是的 都不需要再設定 都不算難搞的 為什麼要設定這個OB的呢 首先要下載APPs 然後應該要用這個APPs 來刷兩個QR Code 插好線 Power Cable 以及Internet的Cable 即是MODEM 我現在就用這個Router 出來 然後就要開啟了 它就會閃閃的 好 接著就開啟了APPs 好 接著它就要檢查 Internet的 GET START 接著要開啟了 接著要開啟了 你的帳戶 在這裡 接著 接著 設置一個新的系統 是有些人的 接著要掃描它的QR Code 接著要掃描它的QR Code 接著要提插線 即是連結 但應該要嘗試的溝通 好 就充電了 就連接了 進入這個區域 它會問你是不是有給我 電線線的網絡 讓你不做的話可以用新的式 然後問你一個admin的Login 又要再製造 然後要設定一個 security 的 question 其實這些是蠻麻煩的 現在很多這些東西都會設定 包括你的 Apple ID 等等都會這樣問 因為我現在的家中還在接近 Apple 的 Time Capsule 然後就把手機勾進來 現在問我是否要加入我的 network 所以我不加入了就 cancel 這樣就算是完成了 那你還可以去 manage Router 和 Kili Kuala 這樣的東西 現在就不搞了 就完成了 完成了叫做 setup 的 Router 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讓我看見到生意的 適合